OK,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入到我们第四个阶段的第四课 叫基于UML的软件设计 那么软件设计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畴 它不像需求,需求还有迹可循,对不对 那么设计其实是一门永远学不完的这样一个学科 就拿一个简单的价格设计来说 都发展了很多的流派 什么据RUP,据TDD,据微软的模型,据IBM的模型等等 都会有一些差异 那么这堂课的话,所以我怎么跟大家讲呢 我一直在纠结怎么跟大家讲 最后想了半天 大概的我会带大家去理一下我们在设计过程中的一些步骤 一些步骤把它脱离出来 并且告诉大家这个抽象过程是如何来进行抽象 那么这堂课也不是教大家如何去成为一个架构设计师 这个大家不要理解错误 因为架构设计师之路是漫长的 而且要经过长期的这种项目经验的积累 所以不是说给大家讲一套理论 大家就看到架构设计师的门槛在哪了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仅仅就软件设计而讲软件设计 重点是什么呢 会结合着我们以前所说的那套需求模式 来讲一下我们如何更有效的去对应到我们的设计过程 好,现在还是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目标 本课的目标是 之前我说了不是教大家成为架构设计师 而是试图提供一套基于UML的设计师可行的方法 指导大家突破设计的迷雾 其二,掌握UML需求到设计的一个顺利过渡 就这方面我们要掌握一下 以前的需求做好了 怎么顺利的过渡到我们的设计 其三,了解基本的MVC模式及三层架构 这个大部分朋友肯定是已经了解了 但有些朋友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 重点难点 需求的包与设计的包 不是一一对应的 要有这个概念 需求资源到设计资源如何去转换 还有我们要学习一个叫设计矩阵 这个矩阵 可能大家有的在某些书上也提到了 也看到了 但这个举证是我帮大家 我自己想的 不一定完全正确 但是经过验证 至少我做了那三十几个项目的这个验证 这个举证还是比较可行的 考课目标 没有什么需要给大家提的面试题 这个考课目标就是 是罗子是马拉揣溜溜就是多去拿一些项目 好好做一些设计 其实有的时候很小很细微的地方也是在设计 比方说大家之前在看小马儿讲的那个项目 第一项目里头 他是不是做了一个base activity 基本的activity activity积累 那个也是一个设计 对不对 遵循了我们的什么继承抽象原则 继承抽象复用啊这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则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这堂课 首先跟大家提一下什么是设计 这个词不用去死尽被啊 设计就是我们的一个模型驱动啊 就是我们的模型驱动的这样一个架构 所以整个设计过程我们认为就是受模型驱动的一个抽象过程 所以抽象这两个枪很重要啊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不要紧盯着那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业务包 我们要去抽象他们公共的地方啊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的设计 设计的基本策略 所有软件无非就会遵循这样的一些大的这种策略或者叫原则 第一我们设计为什么要讲设计啊 你说好吗 桑迪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拿这个系统来说 我们看一个demo 就拿我们之前的点菜的一个系统来说 给大家讲的需求这个点菜系统 那你说桑迪我们有这么多个功能模块和子模块 那我们设计过程中一个个去写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有的朋友就说 他就是一一对应的嘛 就是一一对应的嘛 考虑那么多设计其他东西干嘛呢 那么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不是简简单单的从需求阶段一一对应到我们的这个设计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遵循这样的一些策略 第一是为了更好的复用 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就拿这些东西来重新写来 这个也是点菜 这个也是点菜 结果你两个都是重新去实现了一遍 而且他们的表结构也都是各自独立的 那么这是不是就不符合我们这个负用原则 就造成了这样的浪费 造成了浪费 什么浪费呢 资源的浪费 包括资源 人力资源 物力资源 还造成了我们时间的浪费 那总体来说 意思就是什么呢 花了更多的钱 这是奇 对吧 而且花了更多的钱 他还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扩展的这个作用 对不对 所以扩展 这漏写了一个 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将来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扩展 好嘛 到我们要新加一个跟他们俩都有关的这个模块 结果你就发现 哎呀 原来他们是完全独立的 这个时候要把他们怼到一起反而麻烦了 对不对 就好像两人吵架吵久了 你要硬是把他们拉在一起住 矛盾更多 甚至于崩溃 所以 我们也要满足扩展 那么第三 就是我们在开发过程中 程序员有些院生载道的 说 哎呀 你这个人呢 你这个架构师给我分个活 也分不好 我这个活和他的活有很多的交集 很不爽 然后 那么 其次就是 你会发现在我们开发过程中 如果你分活的时候 没分好 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甚至于质量运患 按照你的 比方现在给了你十个人 去开发我们那个点餐系统 结果 头一个月 你就全部都在干自己的事 那十个人就闲着这儿 这是一种没分好 第二 就是一上来 你就一人分了一个模块 说你们去做吧 然后他们各就各做各的 彼此之间缺乏沟通 或者 他们有功用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怎么讨论 讨论了也没讨论出一个 究竟所以然的这样一个结果来 所以你会导致最后的架构混乱 所以 其实我们在分的活的这个过程中 也很重要啊 就像我们的开发一样 要注意他的一个 高聚合 低偶合 让他们各自都觉得 OK 我这块我能掐紧 我能掌握 而且还能够每天看到他们合并到一起 所以他的这个 每天我们的工作都在有效有序的 在进行 那么这也是我们为了架构 为什么要引入到架构 和设计 或者叫 引入到设计这样一个概念 因为这样子 我们可以让他分而置之 就是一个一个的界定的 还是相对的比较清晰的 整体是在我们的把握之中的 再次 就是我们设计 也要遵循一个优化的这样一个策略 很多时候 客户说 我这个网站要求同事在线一千人 如果说没有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设计 可能到时候我们做出来 就不只是这个一千人 大家听过我以前那个故事没有 就是 我以前 给别人做一个系统 然后后来产生了矛盾 单刀付贿的故事 那我给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也是跟优化有关的 我会告诉大家设计是有多么的重要 以前 在河南的时候 有一个许昌电信局的 算是里头的一个人物吧 算是一个官员 算是里头的一个领导 出来 自己在开公司 开公司做什么呢 做 做了网游 不过一开始 他是做什么 做那种像什么蜡不拔那种 就是那种 交友 就是跟那种 宠物空间相关的那种交友 就会有什么像QQ的宠物一样 就会布置房间 布置自己的形象 你知道 两人还可以一块合租 然后合租了之后 合租了之后 还可以一起装扮自己的小家 他就靠卖那些道具 这个大家想象得到 就是Flash 这种感觉 当时他把那个 他那个 当时他那个网站很大 还有整个交友平台啊 什么的各种各样 其中最麻烦的 他认为就是两块 一个是那个 怎么去装扮自己 给自己穿衣服 还有去买房间 买户型 还有根据这些户型去打扫 那么这是最麻烦的一块 其二 他还有一个浇花的那个功能 浇花是用Flash做的 那个花都是 就是你今天不浇 就会自动哭起 明天浇了 又长几只 会不断的涨大 那么 这里头 Flash交换这个功能 是用Flash来做的 因为为了效果 所以 要用Flash 那么 装扮房间 和宠物 还有宠物 还有自己 那么 这一块的话 它是通过GS来写的 完全通过GS来写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就觉得 有一些 难度有点大 就包给我了 把这个核心的模块 包给我了 价格不高 好像是五万块钱 还是多少钱 但可能 大家可能觉得高了 说桑林 你要多了 要是我接这个活 一万就可以要接 OK 好 然后我接了那个活 接了那个活之后 后来 带了一个小孩 两人 就 把它开发完了 大概两个多月吧 开发完了 就给他们测 他们当时有技术部 技术部里头 有三个负责人 一个是所谓的技术总监 而另外一个是 所谓的就是性能优化 这块调优的 反正就是好几个 三个人 然后他们就拿去测 有一天晚上 我正在上网 大概十一点了 他到网上找我 这个老板找我说 你写程序不行啊 我说哪不行啊 他说我们做了压力测试 到三千人的时候 你的那个商品列表也 因为 当时他们已经放进去了 大概三千的商品 就什么衣服啊 什么围巾啊 什么头饰啊 然后还有房间里面的 什么画壁 壁纸啊 什么的 就这些东西 就这个 当然有很多分类 这个商品 大概也有三千个 他说 他说桑姐 那个 我们做了个压力测试 大概三千人 同时访问的时候 就你做那几个核心页面 同时访问的时候 大概你的那个页面 要两三分钟才打得开 两三分钟才打开 然后 我说 我说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没有做特殊的优化 因为做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优化 你当时给我提的需求里头 我预估你的商品 在未来的一两年内 也就是几千 所以我在第一个版本 没有做特殊的优化 他说不对啊 别人说 没有做个特殊的优化 也不应该这么慢 我那有个优化大师 然后 也不应该这么慢的 那 为什么这么久才打开啊 我说 不优化就是这样子的 他说 我们的这个技术负责 看了你的代码 他说了 你犯了一个设计上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你把那 两千多个商品 一下子从数据库读出来 存在了塞性里头 在半夜的时候 没有去调数据库 就直接访问 然后 他说 这样子会 很套内存资源 然后我给他说 第一 现在内存不值钱 第二 这也耗不了几个资源 这是两千个 两千条记录 成了塞性里 增加不了多少资源 第三 IIS 当时.net做的 IIS 他有这种优化释放 就是 其实没关系的 他说不对 我们的那个设计总监说了 应该存在application里头 不应该存在塞性里头 因为塞性是每人上来 都要建一片这个空间 application 是整个应用程序共享的 当然 其实就 我就说 application当然也不错 application和塞性都可以存 没关系的 他说不对 然后 后来聊什么 他口吻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然后 意思就好像 我给他做 做活不负责任一样 然后他说 说 你 那个 你得重新做 还是什么的 要不然你就退钱 我说 我说 那不可能的 我还 后来说到什么了 他 他有点那个 威胁我了 他说 他说 那个 这边都是我的地盘 然后 你 你 你想走也走不掉 不做事情 不能这个样子 你想走就走不掉 我说 你有点无聊了 我说 然后 然后 他说 他就 他就开始威胁我了 威胁我 我就说 这样吧 我明天过去 当面说 他说 你不退钱 你就走不掉 我说 你有点无聊了 我吃进来的钱 还能透出来吗 笑话 然后 我说 明天过去 当面说 好 然后我就没理他 后来 然后就约了 第二天的下午 见面 见面说 反正我也敢去 也表示 我也没做什么其他的 就是说 觉得过意不去的事 理直气壮 然后完了过后 我就那天晚上 都十二点多了 我就开始搞测试 因为你过去跟别人说 要拿证据 所以 我就做一些测试工作 测了我那个 那个网站页面 但布置房间那些 都没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页面 就是商品列表 那个页面 我是为了增加 他那个访问速度 所以直接读出来 就俩成内省里头 然后 确实没做什么优化 但是我认为 同时支撑个一千 一两千的 这就是 或者 因为正常情况下 真正在线 二十分钟内 八百到一千 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不优化 然后 而且他的商品 本来就不多 本来就两千多个商品 所以可以自己读出来 如果说你说 两万二十万 我就不会这样来做了 我就会分页读取 我做了优化 确实 过了 因为页面打开特别慢 差不多要两分钟 然后我才慢慢加载出来 就是因为我访模拟的 大概两千多个人 两千五百人 同时访问 大概在五秒钟之内 同时访问 这样的一个并发 然后 我做了这个 还不算完 有一份测试报告 还不算完 我把他们自己团队 实现那几个页面 也测了 用同样的参数 也测了 他们那个是 两千五百人 同时访问 直接页面就崩掉了 还不是打不开 直接就崩了 就是什么 四零四错误 几零几错误 这种东西 我把这些 全部都整一下 雕像人过去 过去过 一过去 那天下午 他们三个 负责技术的 围着我 那天过去之前 我说 我对有那个小孩说 我说明天你不用过去了 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为了防身 我还带了把匕首 那家伙黑白两道都在走了 我以前在外头 遇到过一些这些人 也有朋友 还有的黑白两道都走了 帮我要账的 然后 带把匕首 然后 就是咱也不干啥坏事 但是有人就犯到我了 这叫什么 虽远必诛 然后 就 去了 然后那天下午 舍站了三个小时 跟他们 而不是 跟那三个人 舍站了一下午 其中 有很多很有趣的事 他梦了我好多问题 第一 你不应该乘到 Session里 应该乘到Application里 我说 你自己去改 你把它从Session改到Application 你看一下内存差别 他一改 没啥大的变化 他说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告诉你 这是因为IIS有这样的一个优化机制 第二 有一个家伙号称是China人出来的 以前做过什么一百万的这种并发访问 设计过 自称设计过 他说 我说 IIS默认的情况下 也就两千人顶死了 别人考虑的就是不优化的情况下 顶端也就两千人 并发 他不可能 我以前做的一两万都没问题 我说你搞错了吧 我说IIS的 你点开他的IIS设置的那个地方 哪个哪个地方 他有一个并发人数的控制设置 他默认的是一千五 你去看一下 然后他一打开 真的是一千五 也就是说 别人 一般情况下 他考虑的都是不超过一千五的 这样一个并发控制 他就傻眼了 我心里在想 你之前还做过一百万的设计 你打酱油的吧 当时 我就跑到这边来骗 后来就这样子 聊了一下午 闭手没用上 晚上他们给我白酒赔罪 当然钱就不可能要回去了 再要了 而且经过这件事情 那个老板特别信任我 后来第二个项目 就做那个WARP网络游戏 给大家演示那个 WARP网络游戏 那个游戏十万出头 也是我带一个小孩 俩人做的 然后 这搞笑 当时 他找我做那个项目 我正忙着 我正忙着开那个快餐店 然后我做了事 我做了事多了 然后 然后我说我不接 我不接 我忙着呢 我就这边 整天送餐都来不及 然后就不接 然后结果 帮你 帮你